哎呦对不起啊 哎呦咋整啊 手机架一百 这个是先过来的老墨子 我刚才踩着人尾巴了 你就把妈这开场词都整乱了 本来行的宝贝们周三中好 老胯子 哎呀自从有 买拿反了不好意思啊尴尬 有点尴尬 哎呦道具一百名呗 自从有这个扇子 一个人唠嗑也不觉得尴尬了 这不有那个道具了吗 老葵花课堂又要开课了 又是嘎嘎新鲜热乎的视频 现在是周三的中午 今天啥法都没有 因为昨天晚上哎呀又困了 这一天呢我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缓过来 没好了 小伙伴都挺体谅我的 说七七啊那个除去玩就这么累 你可以落两个聊天的视频 这不你还能慢慢缓吗 我们也能听听 然后那个呼声最高的就是 一是想知道我的花费 这几天出门的花费 然后还想知道 大宝子专生门考试的这个过程和事情 我说行那就录两个聊天的吧 宝贝们我这不也能那个偷偷懒吗 刚进午就把洗衣机轮上了 听没听着 这还在洗那小衫快没了啊 还有两个隔尿垫 还有点零七八岁的 然后把螺蛳粉泡上一袋 跟你们落完壳 我就煮螺蛳粉 先被行的减肥的事了 这两天先 哎呀 可省事来吧 哎呀我的妈呀 二百岁 等会啊 这一天比特拉西亚的 咱们继续啊 这俩现在都已经趴到这的 这是排案说法的扇子 这一天唠壳都有道具 刚才我在这把这几天花销捋了捋 我这没有好习惯 就是从小到大没有记账这个习惯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吧 但是感恩我妈 在我19岁的时候 把她班给我 我接班了 就是没有啥钱 但是还衣食无忧 所以就是 没养成那种 说哎呀我要理财 我记账这危机感 其实这不是好习惯 就我妈这么大岁数 她还是记账 我她有小账本 她总记账 就是花啥了 你可能 哎呀怎么说呢 她该咋花还咋花 但是拥有这习惯 我就没有 这是小伙伴想值得 要不然我就习里糊涂 啊我花这些钱 啊花这些就花这些 就这么的 别学我啊宝贵们 过日子呀 就是什么说 吃不穷穿不穷 什么算计不到 咋说了那词了 就这么个情况吧 总数呢 大约是花了一万多 具体呢 我刚才捋了捋 基本上就是那个 交通费就是车 然后就是住宿费 再一个就是各种景点的门票 这个门票就是浮动的 因为咋的 有的地方可能不需要 有的地方可能你不去 我只是说 针对我这个行程 给宝贝们做一个参考 再一个就吃 吃这一页 我就写了一个吃字 但我一看 哎呀 这个不太好总结 因为这 来去是三天 因为路程两天嘛 中间就是纯玩 纯呆的十一天 你们也看着了 我们俩在吃上 就是想吃啥吃啥 倒不是说 每天都花的很多 可能今天我俩就 晚上像有两天 就烤点鱿鱼 蒸碗那个凉瓶 我说大宝子 可能吃那个自助呢 我俩人一人花了 那天那是一百三吧 哎这就二百六 所以说吃这个吧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然后看你吃啥 反正除去你吃上 你就变形的省 因为就不说别的地方 就成都 其实到那块 除了什么风土人情啊 什么 嗯 什么山山水水 主要就是吃 真的多好吃 所以对于吃货来讲 就是那个 吃了就是得了 多甜都觉得值 所以这块我就 每做具体的总结 哎 先说一下这个车吧 因为我的家在 东北嘛 吉林 松原 那我要是到成都去呢 坐飞机 去要到 我们的省会长春 从我家到长春 的车是一个小时 零十多分吧 或一个小时二十分 这样 这个车费四十多 就这小的车费呀 嗯 我都没算 我现在笼统记载 就是大的 我选的这个 呃 航班呢 是应该是最好的地儿的 因为第一天去 我就不想整那个 太晚了 或者转机 或者是什么 京庭啊 这些 呃 那个机票就差得很 很大 我记得我前年去的 就坐的是晚上的飞机 到那块就是半夜了 那时候好像一个人是七百多 我和大宝子 这次是中午十二点呃四十的航班 是四个小时到成都 一个人是一千二百六 好像还加点燃油复杂费吧 总共是花了两千六百九十六 那就是两千七百块钱 这是我俩出行 这个是最大头的 我现在别别港去 呃就是呃休息不好 虽然说你到那半夜哈 你也能睡完了 那个成都两三点 饭店都开 但是这个这个就算是 呃可调整的 嗯 再一个我坐飞机 我就觉得早醉 你如果京庭的那 可能呃九百多了 还能便宜点 你要京庭的话 嗯 总个行程就得七个小时 我如果长春到成都 是四个点 你要是长春到成都中间 呃到那京庭的话 可能就需要七个点 就真的太累了 这个钱其实原本可以省的 但是我这 呃老哥老腿 我是考虑到 怕自己那个承受不来 我承受不来 然后呃呃 接下来的就是成都 这不说车费吗 嗯 成都到西安的卧铺 为了省一晚上的房租 然后也是说的便宜 呃花了四百七十四 正常如果是动车哈 成都到西安的 基本上都是在 嗯五百多块钱吧 但是我一分没省下 宝贝们为啥 因为我买这趟卧铺的时候 买晚了 提前两天买的 就已经没有 所以我就抢票 抢票的时候还有一天了 我丑的危险抢不上了 我就买了他们 嗯 当天下午的 从成都到西安的 四点多的 动车四个多小时 花了五百多 花了五百多 等 林上 呃那个动车这天呢 我票告诉我抢住了 抢住我就得把下午的退了 损失了一百块钱 那我也得可握铺来 所以说这个等 等于这个车费 还是花了五百多 嗯 从西安飞长春 这个就便宜了 我选的是早晨的 七早的 七点四十的 从西安飞回长春 是三个小时 嗯 一个人是五六百块钱 总共是花了一千二百三十六 你就想想 相当于我 从长春去成都的时候 一个人的机票 所以说这个 嗯 我就买的那个 早一些的 就是图于便宜了 嗯 早一些这个吧 嗯 怎么说呢 也不是特别方便 因为咸阳机场 离西安市区 嗯 挺远的 你看我当时住的 嗯 机场附近的宾馆嘛 但是这一块宾馆也省了 宾馆才八十多 嗯 然后坐四家车去 一个人四十 花了八十 这都后话啊 就说这个 机票 嗯 然后中间还有两趟 动车票 就是从成都去峨梅山的 嗯 一共花了一百三 我说的都是两个人的啊 然后从嗯 那个乐山回成都 花了一百零八 那我这个就出行 不算零零碎碎的小的 那我这个车票 花了四千七百三 基本上就是五千块钱 可能打不住 就是零零碎碎的 三十五十的 三十五十这样的啊 反正就是五千块钱嘛 这是车费 然后说到住了 其实我感觉 我这次住吧 其实真不贵 最贵的一晚 就是清晰别院 我不说我添钱了嘛 添了六十块钱 还有他去接我 交那个车费四十 嗯 就是二百八 嗯 刚到成都 住了三天民宿 你们看见了哈 那个民宿 是在春席住 三天花了五百五十八 一天是一百八十多吧 呦 应该整点水 我这嘴子这么干 进入我这洗上衣服 就开始捋他 三天民宿五百五十八 然后就是上峨梅山了 清晰别院花了 就算二百八哈 因为你如果想住在跟我一样的房间 就得按他这个算法 不能按说我在邪城买的特价一百八十五 因为根本都不是那个房间 也不免费结 就是按他接你 然后还能住到有阳台的三楼 阳面的房间 那就是二百八十块钱 乐山那晚特别便宜 就是随便找的 住在嘉兴路美食街路口的那个店 叫西城假日吧 九十七块钱 昨天是前天有小伙伴问我 我给他看好像也才一百零点 就是一个普通的 就像那个连锁那个酒店 干净成都还可以 住一宿嘛大龄 性价比挺高的 然后回到成都大宝子不是他同学找的玩儿吗 住了一晚上电竞宾馆 这个贵一点花了一百七十四 但是那个房间挺大的 环境挺好的 然后就住到春夕路附近的儒家 这个是怎么说呢 住的是离你留的玩儿最近的了 旁边挨着就是王府井 对面左上走就是太古里 右上走就是春夕路不情节 反正他们都是连上的了 这个两天花了四百四十二 性价比不是很高 因为房间你们看了特别小 就二百二十块钱 而且嘈咋 就是他们不知道为啥 就是在春夕路附近住呢 全都那么大的噪音 有的在施工 有的就是 他后边就像那个 跟那浴池烧锅炉似的 就是总有那个噪音 就是图一这块位置好方便了 这是两天四百四十三 然后西安住了两天 在赛格附近 就是七天优品吧 花了四百八十四 这个四百八十四 我走之后他还退我点钱 反正应该是二百一二的房间 二百二的房间嘛 就带按摩的那个 这个也挺贵的 然后最后一天机场是八十四 那我这来去十三天嘛 就是十一天 基本上是住了 我看三四五六七八 就是十一 住了十一天 花了两千一百二十 这是住宿 宝贝们根据你自己实际情况 然后你也可以调整 就如果是那个民宿 我从乐山回去 如果还能定住 我和大宝子其实还住那了 那里那个儒家 就是我说挨着王府井的 走路就是二百米 楼下就是全都是吃的 但问题人家租下来了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 去乐山河 没是三天还是四天 所以没提前定 如果你把你的时间定死了 规划好了 你要是说到这 我第一个酒店 住的挺好 你就马上续租 因为他们都特别好租 就没有太多的这个空档 不行了 我喝水干嘛死我了 连干两大杯 这一天呢 成功的人总是这么忙碌 水都没供上溜 进屋就垫下我那座小山 第一个先洗 那东西 第二个就是坐着捋这个 一口水都没喝 行了 时间上回继续白货吧 白货完还得整我的螺丝粉呢 这是交通说完了 住宿说完了 接下来是说门票 因为今年我去的地方都设计门票 就相对花费多一些 这个小伙伴就是斟酌弹性 看你去哪 你看前年我上成都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设计太多的门票 你像那个宽崽巷子了 锦礼了 还有那个黄龙溪古镇 这也不需要门票 就是熊猫基地 这是需要门票 所以说就今年去这些地方 门票啊 还有什么缆车呀 还有讲解呀 这个花费稍微多一点 金沙遗址 一个人是70 我和大宝的俩人140 然后杜甫草堂 一个人50 加上120讲解 我俩花了220 说到这个讲解 一会儿我再细说一下我的感想 虽然看它120比门票还贵 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得 这一会儿说 然后峨眉山上山门票 一个人160 然后我一看 我这个消费记录320 还有个十块钱是保险还啥 不知道 330 你说我真闹 330 缆车我也算到门票里了 因为你到峨眉山 你就是想去金顶 你上金顶必须坐缆车 你可以不坐 但是你爬山 估计得爬 一个点两点啥点 不知道 一两个点吧 就是坐缆车的那一段路程 这缆车是两人花了240 120 一个人来回 就上下 然后从峨眉山 我回山下 和从半山到金顶 就这个车费 我俩还花了180 就是到峨眉山 这个门票 车费和中间这些 它是花费是最多的了 而且你必须得花 就是因为涉及到上山 你知道吧 下山 叫天不赢 叫地不灵的时候 你说那花杆咱没花钱 我看评论里有小伙伴 他是上华山 是上哪 说实在走不动了 是多远路程花了800 就到那时候有的钱 你是必须得花的 然后乐山大佛呢 是81个人门票 其实乐山大佛 那个景区不是特别大 大佛的山 那也不是特别高 这个是81个人 花160 讲解是100块钱 是260一共 夸夸夸妈落尔科 删你了 删你了 这武器拿好 兵马俑 门票一人120 然后没请讲解 因为他管内讲解 已经没有了 请到了 管内讲解素质挺高的 我问了 100块钱 就10人以内100 还真不贵 这不是几人以内 反正我和大宝 要是请的话是100 管外那些呢 人都说舆论混杂 就是就跟那个卖假钥似的 凑到你跟前 打了一把伞 说他需要讲解吗 所以我在外边没找 电子讲解我花了30 讲的也不细啊 宝贝们不细啊 还是找人工吧 所以说在兵马俑那花了是270 还没算我俩去的时候 一二三十 这车费 这先不说了 然后是陕西历史博物馆 他的门票好像五六十吧 我忘了 我选的是88一个人 是带讲解的 他是10人团 你看我带的那个耳麦嘛 就是88一个人 我俩花了176 然后城墙 城墙是需要票的 是54一个人 我俩花了108 所以说 这些门票加讲解 我花了1924 就基本上就是 又是2000块钱 这2000块钱 对于这个 呃 你要干啊 住宿啊 和这个交通 感觉挺多的 但是我认为都挺值得的 就像刚才我说到 这个讲解这 我说再一会儿 我要说两句 这个讲解 哎呀 你就说都府草堂吧 他的讲解是120 比我俩人门票还贵 我真删你了 你妈吃完饭 还得上班呢 上班给你挣猫粮钱呢 老夸子 走了 那你不是叫的 又给你 这小扇我都不敢筛 上面纸边的 我总怕给他 删坏了 就是都府草堂 那个你别看是120啊 但是你就特别值得 因为你如果不花 这个钱 说去 首先歇你啥 他说哎呀 这都府草堂 环境太好了 然后那个景色太美了 再看看这个都府 生前住过的地方 这是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但是你听他讲解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现在所有这个园林建筑 包括都府住的那个屋 左边院子的五棵 什么果树 是桃树是啥呀 右边的这个种药材的这个园子 其实都是后人 就是现在咱们为了纪念他 为了还原当时他住在这个 这儿的这个情景 所见的 你像我们撑个老婆的往里去看说 哎呀 有的人说 你看这还有小树桌呢 哎这都府 这这屋是厨房 在这个什么房子的北边 那是南边的什么 是厨房 这是卧房 这是书房 哎这门口呢 哎还有一棵大楠树 哎这还有棋盘 没事和他那个老婆 坐在屋里下下棋 哎这生活挺美的 宝贝们 这都是后人因为 呃纪念他们 还原了当时的情景而建造的 那我要不听讲解宝贝们 我也不知道 真的就以为说啊 这保留下来的 或者说原来有什么 那个这个呃 就原有的基础 然后那个进行修缮的 全都不是 就是都府写诗不是吗 就一场那个秋风大雨的 他们家都去房子也挂飞了 那个南树也倒了 我说那南树不后遗址的吗 说那后人因为啥 把他这屋这个这个 比如说我我院子就 大门就是歪的从这的哈 然后我后边那个住的 呃是一个女邻居 还有前面住一住的是一个老头 咋知道的 说啊杜甫 因为逃那个必安始之乱 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住的四年 写了二百四十首诗 然后他的诗呢 基本上有很多 记载这个生活中 比如说茶余饭后 我跟媳妇下个棋 啊就在我房子的这么 比如说我这我说话哈 右手边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 说啊什么 每做一首诗呢 就对着他的这个南树哈 就是这南树就成为他这个 呃 就抒发情感的对象呢 呃对着他去念诗 然后呢 哎呃在我左边的园子 种了五棵果树 然后在我这个呃南边的这个 右边这个园子呢 我种的药材 哎隔三差五 卖卖药材呢 还能维持生计 这些现在的景象 都是根据他诗里所写 然后去呃还原 他当时的就现在居住的 这个环境 然后这个讲解呢 呃也会根据说 杜甫就是在在 在成都住的这四年 哎他那个做过什么工作呀 哎当过沙棍 你要让我讲 我讲的习了半肯 只是当时一过 哎呀知道了 或者就忘了哈 然后他包括他 哎 后人为了这么塑造他的形象 说的嗯 你看美化他 那个像胖乎乎的 其实他那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的轻瘦了哈 每一个雕像的形态不同 哎 讲解就跟你讲 当时他的这个真实的状况 嗯 然后他这个怀才不遇的这个心境 然后最后他就是 嗯 死在回到 嗯 家乡 落叶归根的家乡的这个 这个小船上 哎 比如说他为啥写那个什么 哎 这 什么 猪 猪猪猪肉臭 我路由动死骨的 是因为 是在他的孩子饿死之后写的 哎 就是 所以说当你 听完这个讲解 你 你在根据当时的这个 嗯 都府草堂的景象 你就能 好像能身临其境的感受 当时的这个 他的生活状况 要你到那一看 就是啊 这是都府的房子 哎呀 这小伙子是不是长得挺好 要我还得撑了王伯的 看有没有姓术啊 是吧 哎 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讲的不太好 我这是把鸡啥 洗了半啃 然后对历史这一块呢 也是一个那个 那个就是特别空白啊 所以说我就说这个 讲解这一块是 特别 值得的 我还要说他讲解 还要说啥 就是遗憾的是兵马俑啊 嗯 没找着人工讲解 因为他电子讲解里边啊 虽然是实时定位 你走到那 讲到那 但是 还得去 以后有机会吧 有机会还去 嗯 然后 这一说就说到花费 又说到体外话了 宝贝贝 这个陕丽伯啊 我和大宝子找去讲解 连讲 带走 就是他跟我们就跟了三个多点 然后我俩自己呢 又走了走 其实如果你想 好好地留的 绝对是一天啊 绝对是一天一小天 嗯 不够 而且他旁边还有个壁画管 我俩的脚已经不行了 腰也疼 要不然那个管是单花钱的 倒不是说插出点 哎呀 我就插着一个管的钱 是当时实在是没有精力体力了 嗯 西安那两天热 所以说 嗯 这趟行程的西安是受险遗憾 吃没吃明白 溜得也没溜得透彻 就是时间太短了 你高估了你的能力 说哎 我这几天啊 你睡一上午 你睡一宿 你都还不过来 哎呀 太能白乎了 嗯 说的有点喜嫩的 就是大概就这么一个花费 吃没算的话 嗯 这三样 五千 两千 两千 这就九千 因为我平时不记账 然后 我这个连手机那个卡里边办 倒也没多少钱 反正就是也没有个具体数 就是 就是花费应该是一万多块钱吧 我们两个人 吃剩七十米少花 我觉得 嗯 要敢吃点好的一天 二百是打不住的 嗯 得三四百块钱吧 嗯 末一天我俩要是 就像比如说上金顶那天 我俩不没吃饭吗 就在那买的茶叶蛋 买的那个 嗯 什么肠啊 嗯 然后晚上回去 是吃的 回乐山吃的翘脚牛肉吧 那是七十多 买点波波及 哎 那天应该花的最少是 我俩一共花了也就是一百多块钱 剩下基本上平均都得二三百 都得二三百 所以这十天 应该是三千块钱 是打不住的 反正就跟具体情况 就是这个花费 就这情况 宝贝们 说到说不到的 看想知道啥 我后续再跟你们慢慢烙啊 这新鲜热乎的 有点仓促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 我去煮螺丝粉 时间来得及 继续烙 来不及 下午回来再烙 吃完饭 继续上班 拜拜 哎呀 这又有这扇子 我觉得这个 说话都有劲了 拜拜 拜拜